如果需要用 Parking Assistant 泊車操控輔助功能 先按一下 PDC 泊車系統感應器按鈕 啟動車位偵測功能 然後繼續向前慢駛 系統就會開始偵測車兩邊 有沒有適合停泊的位置 請留意當進行偵測時 車身側面及車位需要保持1.5米以內的距離 這樣系統才可有效偵測車位位置 當系統偵測到適合的停泊位置 中控台屏幕畫面就會出現這個停車提示 停車後啟動指揮燈 再長按 PDC 泊車感應器按鈕 畫面就會提示可以開始自動泊車功能 你只要繼續按著 PDC 按鈕 放開軚盤及將腳離開煞車鍵 駕車就會自動開始向後移動泊車 在系統進行自動泊車程序時 你只需要一直按著 PDC 按鈕 並不需要介入控制行車車速和轉換波檔 如果想中途取消自動泊車程序 你只要放開 PDC 按鈕 或者踩煞車鍵便可 當系統完成泊車程序 畫面就會出現停泊操控完成提示 如果需要用 Parking Assistant 泊車操控輔助功能 先按一下 PDC 泊車系統感應器按鈕 啟動車位偵測功能 然後繼續向前慢駛 系統就會開始偵測車兩邊 有沒有適合停泊的位置 請留意當進行偵測時 車身側面及車位需要保持1.5米以內的距離 這樣系統才可有效偵測車位位置 當系統偵測到適合停泊位置 中控台屏幕畫面就會出現這個停車提示 停車後啟動指揮燈 再長按 PDC 泊車感應器按鈕 畫面就會提示可以開始自動泊車功能 你只要繼續按住 PDC 按鈕 放開軚盤及將腳離開煞車鍵 駕車就會自動開始向後移動泊車 在系統進行自動泊車程序時 你只需要一直按住 PDC 按鈕 並不需要介入控制行車車速和轉換波檔 如果想中途取消自動泊車程序 你只要放開 PDC 按鈕 或者踩煞車鍵就可以了 當系統完成泊車程序 畫面就會出現停泊操控完成提示 照顧死後 放開袈車 按鈕 照顧alta